張善鵬 6 月 18 日在西貢行山失蹤 當日上午大約10點 出了個 Facebook 帖 他與外界失去聯絡 那晚雖然與太太通過電話 唉 我還在山上 現在回來了 磨刻找路的鵬哥 逛逛發現放了銀包和手機的手臂包不見了 令他更加心急 終於走到山頂 認得山下就是鹹田灣 他開始橙臨下山 但個人越走越不妥 走極都留在原地 甚至還開始迷糊 鵬哥一開眼 發現自己整晚睡在樹林 他不理三七二十一 立刻找路走人 逛逛逛 他見到石垫 還有水潭 水潭一邊是峭壁 一邊是樹林 他休息一下喝水 又繼續走 誰知走極都走回水潭 為甚麼呢 他突然見到山友 阿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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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嬌極他的山友都不回應 那個人還不見 轉過頭 又見到另一個山友 喂花姐 一樣又沒回應 鵬哥追上前 突然去到有成三米高 幾乎垂直的斜坡 他想都不想 啪 誰知 幸好只是擦損了手腳 頭有點痛 休息了一陣 再由水潭下游找路 今次見到一棟紅磚建築物 沒有意識到頭頂的直升機找他 又沒有想著要求救 第二天又過 他回去那個水潭休息 再一次見到認識的山友 一樣追上前 一樣不見了 一起來 煙、火機、兩枝行山象都不見 奇怪在夠大石分開的水流 被泥和草封了 就好像嵌過山泥一樣 有三十個小時沒吃過東西的鵬哥 竟然沒有餓感覺 他一路找路走 煙過救墳地 或者跟水間走 見親友人 轉頭又消失 遠處見到石屋 走過去又變成了大石 之後去到一處像水塘 又像海邊的地方 他唯有放棄 回去前兩晚過夜的水潭睡覺 這個水潭又不同了 像嵌過山泥的地方 又嵌多了遠了 他突然聽到石頭有聲 聲就好像在屋邨裡面 聽到每個單位發出的吵雜聲一樣 鵬哥沒有放棄繼續找路 上山 不行 咦 西貢會有墳墻? 壓過不了 他最後決定爬間下山 屋串聲和人 繼續出現 但他都沒有再理會 這次真的忍了吧 他問過泰籍遊客 用電話打回家報平安 鵬哥晚上到達鹹田灣時 遇到警察都沒有求救 之後來到沙灘被警察確認